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港股和A股都急速下跌 现在恒生指数报价29091点跌9886点 上证方面跌了200点 报2878点 穿了3000点 连2900也穿了 跌幅有6.5% 没错 今日沽额很大 港股成交到2.13分为止 其实已经过了1000亿 如果要说回恒生指数和上证指数 今日的走势 相同之处就是低开低走 有点不同的地方 恒生指数在午后 未曾去到今早的低位 因为今早曾经最多跌过 近1100左右 现在当上证指数的跌幅 进一步拓大到全日的低位 就是跌超过200点的时候 港股暂时都可以在1000点 而在这些水平 暂时站住 另外留意 在刚才午后的时候 跌幅曾经一度收窄到 约获920点左右 但如果图图上来看 恒指今日 至今低开再低走 已经是穿了50天线之后 再进一步下市 留意 由年初升浪开始 都未穿过50天线 没错 除了穿了10天、20天、50天线 这些水平之外 特别可以关注 就是上个月底 有个裂口位置 这些裂口位置 刚刚就是290至294 如果拿回进托少少 当时裂口底 应该是29051 就是3月29日收市位 现在暂时补了整个裂口 当然 不代表后市没得再跌 这方面 纯粹给大家参考 似乎动力方面 都是减弱了 但其中一个下跌的诱因 就叫做 暂时在这个位置 还看到支持 如果贸易战方面 那些消息一路会恶化下去 看怕就要再穿了 是的 没错 如果290再穿的话 其实很快 就已经可以去看下方 28,500至28,200 那3月份相底 还有更新大家 牛熊分界线目前 其实250天线在28,000点 同时 亦都在迎接一条向上来的100天线 亦都是28,000点 所以目前 其实就是 有两条线分别都踏在28,000的水平 看下去到 如果这样 会否做到一些支持 那些位置 没错 至于大部分的股份 都是下跌的 都是下跌的 当中很多只蓝筹都跌了 其实也跌得不少 应该是很多只蓝筹都 没错 再看多次活跃成交榜 很久没见过跌那么多 是啊 很久没见过 跌超过5% 平保跌5% 南方A50跌6% 华夏虎深300跌7% 银石A50跌6% 吉里跌7% 中仁壽跌7% 小米跌8% 晚舟跌7% 银鱼跌5% 信羽跌6% 基本就简单 很多只蓝筹都有约莫半成 甚至过外的跌幅 如果和大家数回 今天贡献恒生指数跌幅的股份 就很厉害了 腾讯贡献114点跌幅 有邦是111点 平保是95点 汇控74点 建行68点 港交所46点 今天是完全没有股份可以上升 所以二十大贡献升幅股份 其实只不过是跌少一点 跌少一点 包括电能、旺旺、长健等 都挺共用的 所以今天整体气氛方面 都真的相当差 刚才中午有很多问题 答不完 都逼几条就回答一下 中央边问1368的特报 他问是否保持 刚才有另一位朋友都问 未入可否买 有货 刚才有货 有货 现在再更新的位置 买就不要买 都是差不多 都是5%的跌幅 开就开4.8号 1214.8 没什么明显的移动 虽然见不到药 亦都见不到强 我不建议买 我建议有货 你可能可以照保持 因为始终它有它的独立因素 以及它和指数不同 但都要慎防指数 拖累市场的气氛 市差 例如有本身做好的奥优 都发了营气 营气都跌了 真的抵挡不住市场的沽压 是的 好优团相对跌很少 好一点 刚才特报则还是的 2.3%的 没说跌得那么厉害 也是跌了一些 反而我觉得 大家如果还有PEX 如果特朗普很想罵底的话,记下这几个数字 过往比较强势,你曾经上升,想追都未必追到 你趁着调整,完成之后就去罵 就不是说今天,趁着调整第一天就去罵,就有点点急 趁着调整到差不多,他有分一点反弹的行程 我觉得就可以多点留意 是的,还有这个星期,特朗普说要星期五加关税 看看这个星期,中国方面会不会有什么反应 或者最后大家会不会突然间谈得成 或者突然间又有什么有反面的事情出现 是的,当然大家都可以留意着 现在刘鹤的团队就可能延迟到星期四才去 美国那边去谈谈这件贸易事件 市场除了之外,还有很多传闻 今天早上,人行今晨宣布了定向降准 大家尽管看看,会不会当之为一个利好的因素 当然,盖不过利淡 还有,内地有传在午后的时候引述消息 彭博引述消息说,如果有需要国家队准备好稳定股市 虽然不知道国家基金会不会在午市盘后 即午市之后收市之前,会不会有什么动作 但是市场全民是这样说的 特别留意上证指数,当我们一直说的时候 刚才跌幅超过200点,亦跌至2900以下 现在暂时看法,2904暂时失而复 跌幅亦由200点收窄了大概20多点 变成173点跌幅 一说到国家队,上证就升了 变成了已跌少一点,不要吓人 不是倒升,是墨顺帮回顺帮 没错,即使看看午后有这样的声音 看看是否大家一生情愿意,或是怎样搞作 还有其他问题,AA问788 是2元买买,要问是否要走呢 現在仍然在兩元流上 2.08% 真是的 其實這傢伙都頗拒絕下跌 這麼高估值 抗跌力高 暫時來看 2.03%的位置是很大的支持 我是你 我會說 怎樣說好呢 我會不走 因為股份低開之後 並沒有進一步低走 亦還未穿一些位置 如果你問我 我可能豪氣少少說 我買是為了賺大錢 如果只有那8個先 我可能不攪拌了 我寧願到時真的穿了位置 心服口服的時候才離開 但如果你不是 我說你是那種 少少都想吃了先 將來有甚麼不可以買 我也非常尊重 你就先吃了先 因為市況不好 股份都不會升得去哪 所以我想你照顧看 暫時來說 我覺得 股額不算大 暫時在4月9日 有一個月開了陽足上來之後 近這幾個星期 在2.03% 暫時都有支持 暫時我覺得 不算太差 還有我知道有兩條問題 都一定會問 問7300和7331 我見到有朋友問 現在好不好 透過用反向ETF 來追沽恆生指數呢 因為恆生指數 始終已經是因為這個因素 而這個因素 我覺得不是假的 千真萬確 如果這樣發生 我會說 294失去 今天也不會去到哪些位置 去升 即是怎樣大幅收窄 現在暫時收窄一點就有了 我覺得其實 買或加應該不會錯的 不過當然 大家就要有個心理準備 你知道這些產品的屬性 可能會比較磨得久一點 而且 幅度一定不等於你買潑賣紅 所以你調適心理的預期 我覺得 趁著收窄的時候去做淡 其實都OK Jason 說自己做錯事 說入了 其實 他說高位入了 我想都不會高得很多 他應該可能真的 在很久以前那些高位 不出奇的 不知道的 他是不是今天 不知道 然後 如果你說 以前那位入了 我覺得現在你不要動 我又未必特別想加 但情況就是在於 我想你可以繼續保持 因為轉彎有機會到 7331 就納指 我想 如果再更加有用的訊息 我可以 例如明天收市時 看今晚美股 是否真的有很多錢走 但今晚 我想轉頭 午後 其實都不會看到甚麼 因為星期五應該未發生事 所以我預估的事是差的 大家就自己去看 亦都是那句 很久坐下來那些 來到這些可能真的等到轉彎 如果是想買貨 想加貨的話 應該都沒有甚麼特別大問題 好 接著 Emilio 問1193 他說業績好防守性強有甚麼位級 好 我都不敢覺得有甚麼防守性強 是吧 即是沒有一隻 是的 其實就算是 擴跌能力強勁那些 譬如鐵塔 只是跌少一些 是的 譬如剛才奧休業績好 營起的 都是跌少一些 但你的跌幅 你可以這樣說 但我覺得這些是真正的趨勢 一天半天可以的 你說跌0.5 這樣就真的比其他跌得少 但我怕硬撐不住 是 我認為如果你要買這隻股份 你較早之前2月份 有個頂位在35附陣 最近亦都怎樣下去35附陣 都沒有甚麼事 我會覺得可以考慮35元 好 接著還有問若明2269 好 答案這條 有貨的 May 71元入了 問要不要走 若明現在是77.75 71元入了 也有利潤 還有股份今天穿了50天線 是的 聽說很多生物醫藥類的股份 今天都做得比較差 有些均實生物跌過兩成一 現在我會說 我是你,我會先保持 50天線最好盡快收復78.8 但問題在於你發現最近橫行區沒有失度 所以我會抱存一絲希望 若明生物先保持 最好不要再穿77元的水平 都危危負 只要看市場會否有彈 可以走得好一點 好,今天這節時間差不多了 報多一次指數 上正報2903點 跌174點 跌幅5% 恒生指數跌956點 報29124點 成交方面 暫時 今天都多 1042億 好,我們明早回來 再看看市況會如何 以及更新美股方面 今晚都走勢 今晚聽完特朗普的消息後 究竟會有甚麼反應 明早9時15分見 到時見,拜拜